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有在東部 其實做一些田調研究 那其實每一個地方性質都很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第一次來體驗農村生活 其實是我之前沒有嘗試過的 所以是會蠻期待的 我其實還蠻喜歡 就是後面那個就是水稻 對 水稻的聲音 所以其實我會站在那邊 因為我覺得那個水稻 其實它稻米就是跟水很有關係 所以那個水稻切割 把這塊大地切割的那個狀態 然後讓我覺得這個水稻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我也會站在那邊發呆 然後聽這些流水聲 但是這個水稻的水稻 就比較好 那些水稻的水稻 我們也會看到這個水稻 那些水稻的水稻 就是因為水稻的水稻 所以這次是水稻的水稻 我們就看到那個水稻 能夠得到一個歸零的狀態 就是我能夠拋下以前的東西 先好好的靜下來 就是能夠先能夠有所感 有這個感覺之後 再把它能夠轉換出來 我過往都是對一些過去的歷史比較有感興趣 就是不論在東部西部做填料研究 其實那個爬梳過去的歷史都是一個很必要的過程 那對我來講來到這邊 除了了解現階段的一個池上的狀況 那對於過去的歷史反而是讓我覺得 現在為什麼會轉變成這樣子 那過去一定是有一些很多事情的發生 這些都其實都是我想要理出一個路徑 這個路徑很像是 我們如何去用藝術家之眼 去了解不同的事情的切面 我原本的設想是延伸我過去的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反而到了這邊 我其實想要把過去的東西有點拋開 藝術家不應該只是在自己的安全區裡面去做作品 他反而是能夠再一步一步去跨越這個安全區 然後一步一步去挑戰自己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這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